今日财经快报 37%央行召开会议加快推动存量商品房去库存 房多多Duo US 每股盘前涨37% 为中概股涨幅最佳个股 该股此前曾暴涨于321% 原因为央行出台三项房地产金融政策稳楼市 据悉 央行日前召开保障性住房在贷款工作推进会 瑞银将美国降息的预期时间推后至12月 格隆会6月13日瑞银全球研究表示 目前预计美联储将于12月开始降息 晚于此前预测的9月 以Jonathan Pingo为首的瑞银经济学家周三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Bilibili盘前涨约4.8% 机构指其业绩有望持续提升 格隆会6月13日Bilibili Bili US 每股盘前涨约4.8% 报15.08美元 A股今日收涨5.6% 报116.8港元 消息面上 东方财富维持Bilibili增值评级 指用户生态稳步提升 30日联美联储降息预期或已过时 美元可能下跌 格隆会6月13日 30日联外汇分析师Leigh Hardman表示 美联储将其降息预测下调至2024年仅降息一次 但周三公布的美国5月疲弱通胀数据 意味着今年仍有可能多次降息 渣打 料美联储9月开始渐息 格隆会6月13日 渣打大中华及北亚区间 香港财资婆厂部联席主管刘孟基表示 美国通胀数据开始回落 预期美联储会在9月开始渐息 由于港美息差只有约0.8里 ITC百度文新大模型七大维度领先 格隆会6月13日国际数据公司ITC 发布中国大模型市场主流产品评估2024显示 从基础能力到应用能力七大维度 对11家大模型厂商的16款市场主流产品进行实测 特斯拉盘前涨超6% 马斯克宣布赢得560亿美元薪酬方案投票 格隆会6月13日 特斯拉 DSLA US 盘前大涨超6% 爆188.2美元 马斯克称560亿美元薪酬方案 以较大优势或股东会通过 当地时间6月13日 特斯拉股东预计将投票批准向该公司CEO埃隆 博通盘前大涨近15% 是创新高AI需求强劲推动 Q2业绩超预期宣布一拆时 博通AVGL US 每股盘前大涨近15% 爆1716.86美元 开盘后股价是创历史新高 消息面上 博通公布截至今年5月5日的第二财季业绩 营收同比大涨43%至124.87亿美元 濒临破产的菲斯克宣布召回于1.8万辆电动汽车 资金紧张的电动汽车制造商菲斯克公司周三表示 由于软件问题和不符合安全标准 将在北美和欧洲召回超过1.8万辆海洋SUV 图解2022年欧盟哪个国家移民最多 格隆会6月13日自2011年以来 移民进入欧盟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在一些欧盟国家移民占人口的近五分之一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 下图列出了2022年欧盟各国移民的数量 大摩 拜登胜选利好大市值增长股 特朗普上台则利好能源 金融以及小盘股 格隆会6月13日 摩根士丹利首席投资官威尔逊表示 如果美国总统拜登再次当选 债券市场将可能受益 因为他的政府将试图提高税收 以抵消部分政府支出 若前 欧洲央行管委 Vesley的基线情景指向年内进一步降息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 Boss Jen Vesley称 如果该行对通胀进一步放缓的预期成为现实 那就有进一步降息的可能 如果基线情景成为现实并且数据理想 巴克莱下调百市目标价至180美元 巴克莱将百市的目标价从185美元下调至180美元 维持增持评级 大摩上调甲骨文目标价至125美元 摩根士丹利将甲骨文的目标价 从115美元上调至125美元 维持中性评级 现代汽车工资谈判破裂 工会将投票决定是否罢工 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会代表周四表示 该公司与工会之间的工资谈判已经破裂 工人们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 投票决定是否举行罢工 伯恩斯坦上调甲骨文目标价至170亿美元 伯恩斯坦将甲骨文的目标价 从159美元上调至170亿美元 并维持跑赢大势评级 欧股集体低开 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0.17% 英国富时100指数跌0.23% 法国KX40指数跌0.15% 意大利富时MIP指数跌0.24% 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0.17% 德国DEX30指数跌0.31% 西班牙IBEX35指数跌0.27% 奥本海默上调Moderna目标价至179美元 指其RSV疫苗仍有充足的机会 奥本海默将Moderna的目标价 从163美元上调至179美元 并维持跑赢大势评级 分析师指Moderna新货批的呼吸荷包病毒 RSV疫苗可能会在进入美国市场时 迎来比预期更高的渗透 韩国将延长股票卖空禁令 已将惩处措施加重至终身监禁 韩国当局表示 正计划对非法股票卖空者实施更严厉的处罚 并把对该交易策略的禁令延长到明年第一季度末 根据执政党官员与金融监管机构高层会晤后发布的声明 日债比美债更香 日本投资者抛售海外债券规模达9年高点 在全球央行政策发生转变之际 日本投资者抛售了9年来规模最大的海外债券 日本财务省周四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截至6月7日的一周 净销售额总计二 知名特斯拉多头 马斯克薪酬方案不会再次被法院推翻 下一个考验将是机器人出租车 知名特斯拉投资者 未来基金管理合伙人加里布莱克认为 由于大多数股东再次投票赞成 马斯克的560亿美元薪酬方案 将在周四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轻松获得通过 木头姐看好特斯拉Robotaxi之梦预测 2029年股价狂飙13倍至2600美元 木头姐凯倩伍德 Kathy Wood所创立并领导的Ark Investment Management 周三发布了关于特斯拉 TSLA US的新开源模型 由塔莎基尼 韩国计划严刑峻法禁止麦空 裸麦空可能处以终身监禁 华尔街见闻韩国政府计划 延长麦空禁令至明年3月 同时提高对非法活动如裸麦空的处罚 韩特估改革又迈出关键一步 韩国当局13日宣布 PIMK预计日本央行今年将在加息 两次日债回报率料将提升 品号预计日本央行今年将在加息 两次提振日本国债回报率 PIMK日本和亚太投资组合管理 联席主管Tomo Yamazineo表示 日本央行料将在7月或9月 将政策利率提高至0 决策日指南 日本央行料将考虑削减债券购买市场 寻找7月加息暗示 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将在 本周的政策会议上考虑减少 债券购买规模 投资者也在警惕有关下月加息前景的任何信号 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中 除一位外其余经济学家均认为 马斯克高调宣布 560亿美元薪酬方案已获通过 华尔街建文据马斯克发文 特斯拉股东高票批准其560亿美元薪酬方案 特斯拉总部将签至德州 据路透社报道 6月13日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 资本市场持续表现强劲 小摩上调第二季度投行业务营收预期 摩根大通 JPMUS商业与投资银行联席首席执行官 Troy Roble周三表示 该行上调了对投行业务营收的预期 预计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 马斯克谈特斯拉造手机 可以有但没必要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再次谈到了 他旗下的公司生产一款智能手机的可能性 以回应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最新报告 这位长期看好特斯拉的人 一直在吹捧马斯克的人工智能雄心的价值 特斯拉股东大会即将重磅举行 两大主要提案基本通过 6月14日凌晨4点30分 特斯拉2024年股东大会将在德克萨斯州 奥斯汀超级工厂召开 届时 股东们将对12项提案进行投票表决 其中最受关注的两项提案是CEO埃隆马斯克的天